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不等 谢谢答对了 短 这个上衣就是配套裙穿的 里边是个套裙 外面是个上衣 或者底下是条裙子 上面是个上衣 穿裤装可以 穿什么样的裤装 如果您是底下是裤装 上衣的长度一定要盖住臀部 一定要盖住臀部 如果你的上衣短到在臀部以上 这件上衣属于小西装 小西装一定不是配裤子的 如果你告诉我哪一个更专业 我说搭配好了 哪一个都显专业 但是哪一个显得更职业范儿 公务场合 我们的建议 职业裙装 如果你讲你说 我的体质特别适合穿裤装 好 穿职业套裤一套 就是上衣裤子一个面料 这叫套裤 而不是裤子是一个面料 上衣随随便便拿个小西装一搭 说你看我这是套裤 这种情况只能叫做商务休闲场合的着装 我再说说我在惠普的成长故事 惠普那个时候要求特别严 男士 女士 无论是见客户 公务场合 还是在办公室 都必须着职业套裙 穿西装打领带 春夏秋冬都是这样 所以对我们女士来讲 春天 夏天 秋天都还好 冬天很冷 穿着裙装 你想 我们很多同事都是什么 到洗手间换上裙子 然后再上班 那时候要求很严 然后有一些女士呢 给公司领导层写了一封信 说就两件事情能不能通融一下 第一件事情 那个夏天能不能穿露脚后跟的鞋 第二个 那个冬天能不能穿裤子 能不能穿裤装 上衣还是西装 但是裤子换成裤装 然后我们高层领导 研究来研究去 最后给我们回了一封函 那封函上面说的 说各位女士 谢谢你们的理解 那我们同意 第一 同意什么呢 同意你们夏天穿露脚后跟的鞋 但是不同意冬天着裤装 为什么呢 理由 因为我们调研了一下 发现女士的裤装款式很多 面料很杂 款式很多什么意思呢 有宽腿的 有瘦腿的 对吧 有喇叭的 还有萝卜的 就是各种款式的裤子 我们无法统一 面料呢 面料有很厚重的 也有很薄的 有走起路来飘来飘去的 也有什么包着臀部 显得太过性感的 说了一大堆 总之就是不行 要求着裤装 说那样显得更职业 更专业 而事实上 确实是这样的 裤装相比之下 不如裤装在关键场合体现出那种职业范儿 你从这两个照片上就能清晰的分辨出来 对吗 这个就会显得比较商务休闲 对吧 而这个就可以出席一些重要的公务场合 商务谈判没有问题吧 对不对 是的 所以我接下来帮你界定一下 重要的公务场合 公务装 我们的建议 正是深色职业套裙 这里边有几个关键点 严肃的公务场合 我们的建议 您的衣柜里至少应该有几套 深色的职业套裙 颜色要深 场合越隆重 颜色要深 接下来 套 套裙的套 意思是上下最好一个面料 如果做不到 配套裙 裙 下面有些打叉的 我的意思是裙怎么定义 不是A字裙 不是喇叭裙 不是百折裙 不是花边裙 而是一字捅裙 裙长在膝盖上半寸 女士的职业套裙 第一不能长过膝盖 长过膝盖 显得邋遢不精神 个子再高挑 裙子一长也会有压迫感 尤其是矮个子女孩子更不能穿裙子盖过膝盖的 显得更矮 但是又不能太短 对吗 比如说现在流行好像很流行短裙子 都到这里 到大腿 让我们男士女士都觉得害怕 怕你走光 短了 性感 长了 邋遢 所以裙长在膝盖上半寸 一定记住 正式的公务场合 我们的建议 公务裙装比裤装要显得专业 如果你不习惯穿裙装 我们的建议是套裤 好吗 职业套裤 最好是一个面料的 而且上衣长 盖过臀部 我的观点是 请在你的公务的衣柜 请在你的公务正装的衣柜中 你的衣柜应该按什么 应该按场合来打理的 应该按身份来打理的 那么按场合的意思就是 公务场合 商务休闲场合 休闲场合 社交场合 公务场合衣柜里边 至少应该有两到三套 不少于两到三套 体现时尚优雅气质的职业套裙 我一点不建议大家穿职业套裙 穿的那么土气 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土气 就是深色职业套裙 翻一个白色的衬衫领子出来 这是最过土气的现象 女士的职业装有特别多款式 很漂亮的 时尚感 优雅感 气质的 一定要去把它找到 以满足严肃的商务会见 商务谈判 商务研讨会等 场合的职业形象需要 如果你的衣柜里 连一套公务正装 公务套裙都没有 那你自己要反思一下 批斗一下 然后去购买一套 遇到重要的公务场合 一定记住盘法 如果你不会 最低端的要求 竖发 竖发不可以马尾巴竖 就是不可以到这里 太高不行 另外的话 为什么不可以长发梯间 你试想一下 商务谈判 你坐在你的第一谈判手旁边 做记录 一低头 头发会怎么样 会掉下来 然后我们会习惯性的 做这个动作 这个微动作 叫什么 叫做吸引注意力的动作 你坐在第一谈判手旁边 不停的用支持议员 告诉对面那个人说 看我 看我 你做动作 它就一定被吸引 这是跑不掉的 除非什么 除非这轮商务谈判 你跟你的第一谈判手 已经商量好了 用美人计 不是这样的话 请你记住 发型有些时候会一物战机 会让什么 会让两个谈判对手 聊起来不够专心 所以我们的要求就是 重要的公务场合一定是盘发 当然 我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看看他们的头发是怎么改变的 请问这个女人是谁 谢谢你们的慧眼 她长成这样你们都认得出来 是的 她就是赫赫有名的希拉里 曾经的美国国母 但是我试问一下 如果她这个样子的话 她当国母 美国人会认吗 我相信连你都不认可吧 她的这个样子是在耶鲁大学法学院 学法律的时候的样子 大家来看她的形象 经常性的 要么是卷发 要么是直发 总之我们都习惯性 这样去打理自己 对吗 青汤挂面式的头发 戴着黑色宽边眼镜 她的样子一点都不具备气质感 更别说是个美女 她不是美女 接下来她经历了一段政治生涯 因为柯林顿要走试图 她没办法 她跟着柯林顿去了阿肯色州小石城 在那里 她成就了柯林顿州长的职位 她帮着柯林顿一起竞选州长 当时就有人说了 说我们觉得希拉里长得不像州长夫人 当时她没怎么理论 然后接下来做了十年州长夫人 她的形象自然而然起了一定的变化 但是没变多少 接下来柯林顿想入主白宫 就是竞选总统 这个时候 第一次民意调查 她发现所有的矛头全部都指向她 柯林顿选票为什么那么低 一回来一看 大家说了 说我们觉得她长得不像国母 长得不像国母 接下来她痛改前非 也不能叫痛改前非吧 找了形象顾问帮她重新去打理 我们来看看 她先把头发剪短了 变成了类似这个样的 这样的气质的 就是比较女人味道的 但是也开始变得利落了 对吗 女人味道这个形象是她的国母形象 接下来 她开始逐渐逐渐走入她自己的正途 走入她自己的仕途 柯林顿退出历史舞台 然后她走上政治舞台 她开始竞选总统 那一届如果不是因为那批黑马杀出来 比她更年轻 比她更有魅力 我想那一届又会出现全美国第一届女总统 可惜啊 当时她已经六十多岁了 当时的奥巴马四十多岁 所以她没有敌过奥巴马 个人魅力 成为了她的国务卿 这是她做国务卿时的样子 我们再来看 这是谁呢 当年非常亲和 这两张照片 是她在做这个政大综艺的时候 正大综艺主持人 清堂挂面式的头发 杨岚清纯可人 然后后来朱军有一次采访她 艺术人生采访她 她说哎呀当年我真是太青涩了 也不敢说话 然后很多方面都很青涩 只会说一句话做一个动作 就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就会是这样的感觉 但是你来看 随着她自己身份的转变 职业生涯的变化 人生阅历越来越丰富 她现在从一个正大综艺的主持人 从一个娱乐节目的主持人 一跃升级为福布斯女富豪前十名 阳光集团主席 被中国人 中国至少女人吧 会认为她是智慧女人 你有没有发现 女人当她的官越来越大的时候 然后当她的这个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 当她的这个签证的越来越多的时候 名气越来越大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什么越来越短 为什么 我们这一篇的前提是什么 商务女性为尊重和权威感而穿戴 你会知道 官越来越大 那还责任越来越大呢 对不对 带的队伍还越来越多呢 阳光集团主席阳兰 如果还是那样清汤挂面式的头发 你觉得她怎么给别人一种尊重感 怎么给别人一种权威感 怎么给别人一种典范感呢 我不是发型师 还是那句话 我不穿得大家都剪头发 但是头发一定是为你的身份服务的 请你一定记住 身处男权世界理性的职场 面对众多男性员工同事上级领导客户 净显女人柔美柔弱柔情似水的一面 没什么错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只能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获得尊重与权威感 除了可以弥补女性天性柔弱的一面之外 同时还意味着拥有执行力 员工由尊重敬畏转而变的言听计从 这才是有效率的执行 这才是有结果的工作 所以如果您现在是员工阶段 我不说什么 做员工嘛 快快乐乐的享受你的员工时代 但是有一句话 为这个职位而穿戴 叫聪明 为下一个职位而穿戴叫智慧 人最大的问题最怕什么 最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 不知道自己未来想成为谁 这是最大的问题 破坏女性尊重与权威感形象的职场发型现象 如果刚好跟你的一致 你就自我批斗一下吧 清汤挂面 中长发 齐刘海显出不成熟气质 毛毛躁躁乱乱碰碰中长发 显出邋遢不修蝙蝠气质 我正在搜索 俏丽性感大波浪 显出花瓶未倒 高马尾辩 高马尾辩 显出不成熟学生气质 我希望大家呢职场人士 心中有梦想的 如果你认同 你说杨老师我想升迁 我想加薪 如果你认同这两点 请你远离这四种发型 为你的下一个职位 准备你的发型 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我们再来说说皮鞋 制式皮鞋是有要求的 可不是什么的鞋都是制式皮鞋 制式皮鞋 首先色系上有要求 其次款式上有要求 另外搭配是有禁忌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 制式皮鞋的色系 只有三种颜色属于制式皮鞋 黑色 冰白色 乳白色 接下来还有一个颜色 属于制式皮鞋的颜色 深棕色 女士的制式皮鞋三种颜色 那款式呢 我们来看 下面打叉的 都不是制式皮鞋 露脚后跟不是 带袋的不是 平跟的不是 跟太高的不是 坡跟的不是 制式皮鞋是什么 前不露脚趾 后不露脚跟 不带袋 不带 不带 标准制式皮鞋是有根的 标准制式皮鞋的鞋跟的高度是 三公分 我经常发现有些女孩子寸和厘米不分 跟我讲 杨老师三寸 三寸 三寸得有多高啊 对啊 一寸大概这么高 对吗 三寸 我估计我 差不多了 这是不可能 这不可能是制式皮鞋的鞋跟的高度 制式皮鞋的鞋跟标准高度是两到三公分高 之所以要有根 是因为有了根 女士的气质才能拔得起来 穿平根鞋一般我们都会怎么样 我们都会重心往下走 会往下坠 没气质 一旦有根的话 气质就会 丹田气就会上来 会把你的气质提起来 所以要有根 个子不高的女孩子 可以怎么样 可以稍微高一点 但是也不能超过五公分 不能超过五公分 不要穿风雨利人的皮鞋 风雨利人的意思就是 鞋跟特别的高 你走起来怎么样 摇摇摆摆 你试想一下 你穿着这么高的高跟鞋 然后去进行商务会见 说你好 对吗 自己都站不稳 怎么会体现出这种气质来呢 端庄优雅的气质 体现不出来 所以一定要记住 制式皮鞋 不露脚趾不露脚 后跟 不带袋 不带帕 两到三公分高 最高不超过五公分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制式皮鞋 请问 你的衣柜里 有标准的制式皮鞋吗 公务场合一定是 只要你是职业人 有工作 就必定会遇到公务场合 哪怕不多 20%也得有 所以制式皮鞋一定要有 就像公务庄一样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丝袜与公务庄的极端搭配现象 着公务套裙 我们的要求是 不可以光腿 有一次有一个朋友问我说 杨老师 我腿上一根毛没有 可不可以光腿 让我批驳了一下 我说这跟你的毛没关系 着丝袜代表对自己 对别人的尊重 而且职业套裙跟丝袜 是孪生兄妹 不可以没有的 它不是为了遮羞 也不是为了遮丑 更多的就是配套 专业性的体现 所以我在这里提示一下 首先不能光腿 那什么时候可以光呢 丝袜破了对吗 我经常见到有些女孩子 袜子破了怎么样 说没关系看不见 我躲一下藏一下 请问在座的各位 如果女士丝袜破了 你看得见吗 看得见 我们每个人的眼睛 对别人来说都是B抄仪 我们都在抄别人的问题 就像我经常问女士 男士拉链开了 你看得见吗 笑了 看得见吗 请问看得见对吗 但是我们说的少 谁会过去说 你拉链开了 就像男士 不经常提醒我们女士 说你袜子破了 看到了笑一笑 取笑一下 转身就走了 跟我什么关系 这叫做你犯了沉默罪 我们经常对别人犯沉默罪 所以我在这里不停的呼吁 不是别人看不到 看得到他不说 中国人相对含蓄 对吧 我们总是很含蓄的说 给他面子嘛 所以我们的建议 袜子必须要穿 但是如果有一天 你穿的袜子破了个洞 这个时候一定记住 有备份的尽快换上 因为女士的丝袜 一旦破了 就会变得廉价劣脂 对吗 尤其是深色丝袜 尽可能的包包里有备份 如果没有备份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 我只能退而求其次 说脱了吧 冒充肉丝袜子 也总比穿破袜子强 对吗 公务职业套裙 着袜装 必须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吗 网眼袜 不能穿 花袜子 腿上像纹纹什么 这也不能穿 这是什么袜子 请问 这叫三股袜 三股袜绝对不能穿 三股袜 会把自己的腿 恶性分割成三节 俗称三节腿 这个袜子现象 和男士 黑皮鞋穿白袜子 是夫妻关系 都是很恶劣的现象 试想一想 穿着职业套裙 穿了一双短袜 会把你的腿 恶性分割成三节 人显得非常的矮 所以短袜不能穿 伸手不见五指的袜子 不要穿 女士的丝袜应该很薄很透的 但是如果你穿了类似这样的 伸手不见五指的丝袜 出现在公务场合 别人会觉得你的腿部有问题 所以能穿薄的 就尽量的不要穿厚的 当然冬天如果你穿的是厚 衣子大衣 除外 另外还有一种袜子 我在这里没体现 什么样的袜子呢 那种袜子也是很恐怖的 叫九分袜 左腿一条 右腿一条 两腿没什么关系 这种袜子最大的问题 请问是什么 对了 如果你有一天在路上 看到一位女士 这么走路 不一定是残疾 袜子掉了 我亲眼的见过 有一次有一位女士 搞财务的 到我的办公室 来跟我谈财务问题 坐在我的对面 袜子已经掉到这里了 然后她边说边往上拽 总想把她拉上去 我说对不起 你到洗手间 拉上来再跟我说话好吗 感觉她满脸通红 不好意思 这种袜子不要穿 最有意思的是 有一次我讲课 讲到这里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男生 特别大声说 他为什么不用掉袜袋呢 我说哇你好棒 掉袜袋是个什么东西啊 家住 走路的时候会不会掉下来 对吗 所以这是开玩笑的 但是我提示一下各位 九分袜不要买也不要穿 搭配是有原则的 我再总结一下 公务场合不光腿 着职业套裙一定要配丝袜 袜子需要有备份 不能破 破了一定要换上 如果实在没的备份 没办法脱掉它 不可以穿连裤袜以外的任何袜子 鞋袜配套 刚才我说了 避免出现三节腿 恶性分割现象 短靴也尽量的不要穿 类似这样的短靴 穿个大裙子 穿个短靴你试试看 你的身材一下子矮出五公分